今年除了高雄的跨年晚会分好几个地方举办之外 升旗典礼也很热闹 现在看到的是市府在中央公园所举办的升旗典礼上 请来了社区妈妈轮番表演秀出属于高雄的活力 市府也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献上微笑和祝福 而市长陈菊针对新年新希望许下了三个心愿 社区妈妈挥舞大旗象征新的一年旗开得胜 轮番上阵为市府在中央公园举办的庆祝元旦升旗典礼 带来元气十足的开始 期待打造幸福城市在102年的第一天 市长陈菊许下三个新年愿望 我们第一个愿望 希望市民平安顺利 健康幸福 高雄既有国际建成力 第二点愿望 我们祈求高雄能够更平安 高雄市政府在减灾黄灾的能力更要提升 保障所有的市民朋友生命财产 我们第三个愿望 我们希望祈求我们的国家 在经济的部分 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高雄在经济产业的部分 也要不断的发展提升 后周所有市民为高雄祈福 在今年的升旗典礼会场 特别安排元旦祈福仪式 陈菊拿着刚出炉的照片 鼓励民众透过拍贴机 为高雄留下微笑和祝福 期待新的一年 高雄人更幸福